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直接教正确动作 这样呢 对以后成长大了以后 他条件反射 因为他先学的是正确动作啊 如果是为了先上台 孩子会养成很多不好的习惯 比如说不爱主动进攻 老爱防守 还有一个就是动作老做不完 没有衔接 因为碰球的话老是靠对方 但是呢 如果动作对呢 是主动的自己发力 现在好多孩子为了刚打上球 他为了碰先上台 但是他会对以后的发展特别没有帮助 我特别希望大家注意先按动作 哪怕不上台也没关系 还有一个小敲门呢 就是老不上台 孩子兴趣没有了 那这样的话呢 可以练练一边两下 比如说两个反手 再加两个正手 这样有一个衔接呢 孩子自然而然的又有还原 又可以把动作做完 如果光是往前推的话 他没有连贯性 偶尔上台了也是不好的习惯 非常关键 并且也是相当于做到像我们这是左眼之道 等于这是右眼了 我这是左手吗 也是把动作打到右眼 这个 现在我是左手 等于是从右打到左眼 就是这个拍行基本有一个模式 打到眼前这个位置 这样轴也冲下了 稳定性也提高了 对 这样很自然 就像一个圆规一样 这儿是一个轴 往前 这样它还有一个连贯 相对来讲推的话 它就慢 这个是一个圆 对 为什么老师左眼呢 就是为了有一个目标 孩子有个方向 标准好不好 主要看轴抬不抬 一抬轴证明动作就不固定了 而且一抬轴没有点了 所以稳定性也不强了 所以上来一定要注意 把动作做完 做完的时候 轴正好是冲下 也是最稳定的时候 我不建议着急 先推上台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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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老师在小孩多大的时候 他开始练平衡球会比较好 我觉得从启蒙的时候可以早一点 五六岁或者再大再小一点都可以 但是主要是提高孩子的兴趣 并不是要非很正规的训练 比如说颠颠球啊 打的球啊就是往墙上打 或者只要跟球有关系的运动 就都可以训练 并不一定要特别着急的强化动作 这方面先从兴趣着手 五六岁就可以 到六七岁以上或者七八岁以后 我觉得再稍微的练的苦一点 刚开始我觉得一定要让孩子有兴趣 快乐的有感觉的去打冰房球 那对小孩来说 他们打乒乓球对他们的整个生长发育有什么样的好处 我觉得灵活性乒乓球是比较练反应 手上控制球协调性是一个综合性的运动 所以我觉得孩子打会打相对练乒乓球 对孩子以后的发展包括视力和智力都有明显的帮助 那对于成年的业余球友 他们打飞乓球会给他们带来什么好处 成年人打乒乓球呢 我认为这个体育运动的运动强度比较适合 适合咱们中国人 因为有些时候随着年龄增长 你的体力不够了 有些项目你运动量过大了 对自己的身体也不是一个好的锻炼 相对是一种伤害 我觉得冰房球的运动量正合适 所以我觉得可以多打并吗